大家好啊 我们今天已经就要搬家了啊 但装修的房子还没有验收 我也提了一些轻微的修改意见 装修的小哥之后会再来帮我稍微处理一下 然后这一集呢 视频我重点讲一下我们改了哪些地方 首先就是玄关的这一块 原来是黑色的 现在全部改成了这个木色 这样的话家里会更明亮 也跟其他的配色完全统一 这里根据这个面子 家里一块穿衣镜啊 这样就很方便了 第二个重点讲的就是浴室 浴室是我们这个家里最贵的部分 这个浴室花了200多万 因为我肩颈不是特别好 所以呢 当时我在荔柱逛的时候 看到了流水过尖一缸 就非常的喜欢 所以呢 我自己就配了一套 荔柱的流水过尖的浴缸 还可以在这里泡澡 看着国立新美术馆 非常漂亮 然后整个的配色呢 我配成了这种淡灰色 地板是深色的 墙是淡灰色的 整个是一个灰色的色系 它的氛围灯也特别的多 在洗澡的这个淋浴器上面就有灯珠 旁边还有氛围灯 可以调节光的冷暖和亮暗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坐垫 就是你可以坐在这里洗澡 虽然不大 但是这个浴室真的是比较贵 我也是想好好弄一下吧 给生活提点色彩 这个地方就是控制整个浴室所有灯的地方 墙面拍摄的话看不太出来 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淡的灰色系 有点像这个海藻泥的感觉的 但实际上它是墙纸 也是耐脏的耐水的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改动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原来的卫生间是开放式的 旁边是一个储物室 那我们把这个储物室全部打通之后呢 单独做了一个小的卫生间出来 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这个面积能够做出来一个卫生间 也是非常不容易了 推拉门推上呢就非常私密了 再来看看下一个改动 灰色的墙纸的部分呢都换成了白色 然后因为地板是木色的 我们又加了一些木色的壁纸的元素 墙上的不同的这个格子 制造出了一种层次感 这一层的墙纸全部都是木头色的 看起来比较环保 再加上这个橱柜的颜色也全部改掉了 橱柜原来也是黑红色的 现在改成了这种木色的面板 和这里就一整套配套了起来 这个柜子就不用说了 柜子因为它的这个地方是不规则的嘛 所以实际上它的柜子也是不规则的 但是做得很好啊 所以未来这个柜子就上面可以办公 然后也可以置物 很方便 在这里置一个小椅子 也可以一边喝茶 一边看着外面的景色 这一块的窗户的景色就被完全利用起来了 这一块的墙纸呢 我们也提亮了 做成了这种比较有多巴胺色彩的感觉的房子 也更适合有小孩子的房子 其他的颜色的墙纸呢 我们就都改成了这种普通的米白色 里面夹杂着一些灰灰的这种的颜色 黄黄的这样的颜色 耐脏也比较整洁美观 然后灯的部分呢 我们选了一个带木边的这种白色的灯 非常的简单 但它和整体的这种配色风格比起来呢 就比较统一 这个墙边上呢 还打了一套轨道 之后呢 这里可以放得下一个正好日本一米四的双人床 这样父母过来呢 也住得下 大概就是一些这样的装修流程 那你猜这一套装修 一共花了多少钱呢 欢迎留言到评论区